小小咪 要帶了我們的故事時間了 今天要講什麼故事呢 100個好孩子 100個好孩子的故事對不對 第五集囉 我們已經看完了前面的40個好孩子 好像一集有10個吧 我猜應該是123456789 沒錯 一集有10個 所以10本的話就有100個好孩子 我們好像有幾篇跳著講 所以應該已經有講到50個了吧 好這一集呢 我們要講到的是 有范仲淹耶 還有歐陽修 這個我知道 這裡面我只認識他們兩個 糟糕 好吧 我們來看看其他人 認識一下他們 第一個好孩子叫做李密 牛角掛書 這樣牛不會痛 你在人家頭上掛一個書 李密一天到晚 用功讀書 有一次去旅行啊 他怕耽誤讀書 就把書掛在牛角上 他邊騎邊讀 路上遇見了一位大官 大官看他這樣好學 巧巧的跟在他後面 他一點都沒有發覺 直到他要換書了 才發現 欸 背後有人 大官問他 他說 唉呦 這樣才不會浪費光陰啊 記得我們講過一句 諦語對不對 寸金難買寸光陰 所以他就很珍惜 每一分每一秒在讀書 但是我覺得這樣也很算 你也帶動物吧 你把那麼重的書掛在牛的腳上面 不太好 好 下一位是邵勇 邵勇是誰呢 他是一個刻苦讀書的孩子 邵勇小時候讀書廣博 又非常刻苦自立 冬天不烤火 夏天不用扇 晚上也從不躺著看書 後來他又出去遊覽 增加見聞 所以學問很好 所以你看 人家冬天不怕冷喔 不用生活 夏天也不怕熱 不用拿扇子 不像你還要一直吹冷氣 所以呢 其實很多困難跟不舒服的感覺 是可以靠自身去克服的 下一位是范仲淹 切粥充雞 范仲淹家裡很窮苦 在廟裡幫和尚掃地做雜事 他這樣一邊工作一邊讀書 還常常吃不飽 有時候呢 他就拿一點米 煮成一鍋粥 等粥凍結起來 再切成一塊一塊的來吃 又拿一點鹹菜 切成一小片一小片來下飯 鹹菜通常都還蠻配飯 因為他很鹹 他雖然這樣困苦 但是很努力讀書 過了五年苦讀的生活 學問大有進步 後來為國家做了一番大事 真的他是蠻有名的一個人 為當時的國家做了大事 好軟 你又得到什麼新玩具 太可愛了 好啦 不要再愛憲了 我們繼續念下去 下一位是歐陽修 如敵當筆 歐陽修四歲就死了父親 他母親親自教他讀書 所以這也是一個單親家庭 只有媽媽在家照顧他 父親已經走了 他家裡面很窮 買不起紙和筆 他母親啊 叫他到河邊去採些蘆笛回來 教他在地上學寫字 他是要刻苦向學 最後成了宋朝的大文學家 都是靠那個 他跟他媽媽一起努力的 你要拿這個蘆笛對不對 像筆一樣在地上寫字 因為那時候普通的家庭 應該是買不起筆 也不會有紙 後學不倦的江羽 江羽父親死後 就去替人家牧羊 有一天呢 他忽然向主人借書 主人知道他沒有讀過書 拿書給他時說 你如不會讀 看不懂 隨時都可以問 所以他主人也算是一個好人 從此呢 他一邊牧羊一邊看書 起初他一個字都不會 但是逢人就問 人家都很樂意教他 他白天在野外讀 晚上在燈下讀不到幾年啊 把主人家的書全部都讀完了 所以天下無難事指派有新人啊 他主人家可能上百上千本書 他都把他看完 名列前茅的吳成 吳成三歲 家裡教他讀詩 隨讀 隨背 你有辦法嗎 背詩 還背個兩手吧 王為 有什麼詩 還是李白 床前 床前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沉沉 許頭萬明月 一頭數 師故鄉 那問這是什麼詩啊 你知道詩名是什麼嗎 敬夜詩 敬夜詩 對 背完都不知道詩叫什麼名字 好慘 好 吳成三歲 家裡教他讀詩 隨讀隨背 五歲讀書 一天要讀一千多字 他非常用功 晚上讀書 往往讀到天亮 他母親怕影響他的健康 把家裡的油燈都收藏起來 他的母親睡著後 就起來找出油燈 點著再讀 他和同學們一起讀書 每次考試都能名列第一 所以名列前茅就是他在班上的排名 很靠近第一名或第二名的意思 燃柴帶燈 楊爵 楊爵小時候不喜歡讀書 常常逃學 終於找到一個不愛讀書的 前面的小朋友都好勵志 都好會讀書 後來長大後呢 他才覺得不讀書 不識字 非常痛苦 就立志讀書 欸 怎麼還是回去讀書 白天呢 他把書掛在鋤頭上 帶到田裡 種田種累了 就歇下來讀書 太陽曬著他一頭汗 他也不理 到了晚上他因為家裡窮 買不起油燈 對不起 買不起燈油 只好燃些木材來代替燈光 用功讀書 人家都說他 少年不用功 大了再來讀書 實在是很可笑 但是陽覺不理會別人的績效 只是情 情獨不已 後來呢 果然成了明朝有名的人 所以 好的事情 什麼時候開始做都不嫌晚 刻苦自立的齊俊早 欸 嗯 什麼事 你認識他喔 那個 早和我的早一樣發音 對 但不一樣的字啊 齊俊早呢 從小很孝順喔 十二歲父親因為被關在牢裡 他就跟在父親的身邊 用功讀書 過了一年 他父親會發佩到了伊犁 他仍然想跟著父親走 他父親不答應 他只好護送母親回家 刻苦自立 自立學問的研究 終於成為大學者 下一位呢 苦學有成 也是很辛苦的一個孩子啊 叫嚴若俊 對不起 嚴若渠 嚴若渠小時候呢 又口急又遲鈍 什麼是口急啊 啊 我我我 你你 啊你 好好好 就是口急 就是你講完沒辦法 完整的連接在一起 那句子會被分散 詞也會被分散 就是叫口急 還沒辦法完整的說 說完一句話 或是一段話喔 他既口急又遲鈍啊 讀書反覆 嗯 反來覆去的讀了千百遍 一遍 一篇書也背不熟 十五歲那一年的冬天呢 夜裡讀書 天氣冷得不得了 他還在發揮用功 風越刮越大 天氣也越來越冷 但是他下定了決心 讀書 書讀 誒 書讀不會不上床 所以他讀完了還要 不只要讀完 要讀會 要了解裡面的內容 他才可以去睡覺 他坐在那裡苦思默想 半夜以後呢 後來領悟了 把書讀懂了 從此呢 他領悟力超過一般人 讀書大大的進步 好 今天這一冊的最後一位 小朋友叫做戴政 求學徹底的戴政 他十歲才能說話 後來進學校讀書 老師叫他讀一本叫做大學的書 他問 怎麼知道這本書是孔子說的話 由真子傳下來呢 老師說 這是古人說的 他又問 古人怎麼知道呢 問著老師無法回答 嗯太厲害了 這時候 這以後呢 他讀幾書來 每個字都要求得正確的解釋 不久就把十三斤都讀通了 好厲害 好啦 以上就是第五集啊 一百個好孩子故事 掰掰 掰掰